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4年4月14号 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黄称子 首先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 伊朗在13号晚间向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发射了超过100架装载炸药的自杀式无人机 以及大约10枚弹道导弹及巡航导弹 这也是伊朗有史以来首次直接袭击以色列本土 预料这一批导弹及无人机 在未来几小时便会到达以色列 而以色列方面已经关闭了领空 限制国际航班升降 美国及英国战机聚报在伊拉克及叙利亚边境 击落了部分伊朗无人机 协助以色列抵御攻击 而以方在13号晚间也发布了新的安全警告 下令全国学校停课 在近日多次表明会议惩罚以色列 报复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月初遇袭后 伊朗在13号展开了行动 向以色列发射大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针对以目标展开大规模空袭 以军称车型无人机每架都装有20公斤炸药 防空系统已准备好击落他们 呼吁民众在听到警报时尽快前往避难所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当天与陆军进行作战态势评估 加兰特表示以色列正密切监视伊朗的袭击计划 呼吁民众留意当局发布的命令 做好避难准备 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以色列正针对伊朗可能发动袭击做出评估 军队已准备好应对伊朗的威胁 数十架军机已经升空 当局又宣布禁止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活动 集会也将受到限制 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在霍尔木兹海峡 扣押了一艘与以色列有关的货船 以色列外交部批评伊朗做法是海盗行动 违反国际法 以色列外长卡茨呼吁欧盟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列为恐怖组织 并立即制裁伊朗 因应伊朗可能于短期内尝试攻击以色列 美国总统拜登缩短周末在特拉华州的行程 13号下午提前返回华盛顿 与国安团队讨论中东局势 拜登日前警告伊朗不要发动攻击 强调美国会致力保卫和支持以色列 伊朗不会成功 美国防长奥斯汀当天和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话 讨论地区威胁 奥斯汀重申美国将全力支持保卫以色列 对抗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袭击 目前多国对伊朗发出了旅游警告 荷兰皇家航空宣布暂停飞越以色列和伊朗 作为预防措施 约旦也宣布从13号晚开始 对所有进出和过境的飞机暂时关闭领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号 与伊朗外长阿布多拉西洋通电话 讨论了中东局势等问题 俄方重申对以色列空袭伊朗 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门予以强烈谴责 双方同意就国际和地区议程的热点问题 保持高度协调 并强调希望不断扩大在政治和外交 以及经贸领域的合作 冯王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13号发表事项讲话 表示以色列多年来 已经准备好受到直接攻击 相信以军防御系统的能力强大 以色列战时内阁 当天在特拉维夫召开会议 内塔尼亚胡强调 谁伤害以色列 以色列也将会伤害他们 他也呼吁民众 如果要听从以色列国防军的指示 一同战胜敌人 而内塔尼亚胡又感谢美国和以色列并肩 也感谢英国 法国及其他国家的支持 伊朗革命卫队证实 正在对以色列发动数十架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报复伊朗驻利亚大使馆月初遇袭 目前以色列已经关闭了领空 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境内现在的现场画面 目前看到的是以色列境内的现场画面 以色列交通部已经宣布当地的星期天的零时三十分 到早上七时关闭领空 邻国约旦 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地 也是相继地宣布暂时关闭领空 而伊朗国防部长说 将会针对任何向以色列开放领空或领土 用来攻击伊朗的国家做出果断回应 另外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特拉维夫的军事总部召开战时内阁会议应对 而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正在密切监视伊朗发射无人机 形容伊朗的袭击是一次严重而危险的升级行动 伊朗对以色列目标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最新的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 正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特约记者胡小宇 胡小宇您好 那伊朗实施袭击 请问你在当地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 目前以色列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反应 因为今天是当地时间周六的晚上 周六的话还是以色列刚刚结束安息日的日子 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 而是周末 因此周日才开始是第一个工作日 在这个期间的话 大多数的地方都是不上班不上学的状态 并且有部分的幼儿园和小学已经开始准备要衔接 就是逾越节的假期 他们会从周日直接放假到就是月底30号左右 因此现在各个学校之间已经有通知 在后面的时间会停学 然后等待进一步的通知 并且假期期间的一些托班也禁止举行 如果已经有一些旅游计划的话 政府已经是建议是取消 这是在战争爆发之前的一些通知 那可以说以色列对战争是有所准备的 可以看出哪些呢 现在比如说战时内阁 像甘茨、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 他们正在特拉维夫的国防部那边的话 正在进行一些紧急会议 以应对伊朗后续对以色列袭击之后 那以色列需要做出的一些反应 而据我所知的话 以色列的防空体系和一些空中的这种监察雷达 基本上是在伊朗发出威胁之后 就24小时都是开启的 因此就是可以说以色列是有所准备 但是民间的话呢 明显在差不多半年的以哈战争之后 稍微有些倦怠 就是因为这次如果是无人机袭击 想起防空警报之后的应对措施 跟来自加沙的火箭弹 会有所些微的区别 所以具体的话 我们还得根据战争的走向 看看以色列官方会不会有进一步 对民间的示警 好的 主播 好的 谢谢小雨 从以色列我们带了一个最新介绍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 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出 行动是针对以色列犯下的罪行 伊朗国音电视台发布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指出 针对以色列犯下的众多罪行 包括袭击伊朗驻叶利亚大马士革使馆 杀害伊朗驻叶利亚的一批指挥官和军事顾问 伊朗革命卫队空军发动了代号 萨迪克承诺的行动 一位真实的承诺 针对以色列的特定目标 进行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伊朗防长警告 任何对以色列为伊朗的袭击 开放领空或者领土的国家 都会遭到伊朗的坚定回应 而伊朗外长阿卜多拉西洋称 已经向美国发出了必要警告 一旦美国干预 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 将会遭受打击 以哈冲突延宕 外溢效应还在持续地扩散 伊朗对于以色列目前目标 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 最新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 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来了解一下 李瑞你好 陈子你好 可不可以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伊朗官方对于这一次的 报复袭击有没有什么样的最新回应 你在当地还有哪些观察呢 好的 陈子 那目前呢就是革命卫队了 发布了声明表示呢 就是采取这样的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还有呢就是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呢 他们也发布声明 认为呢这伊朗做出的 对以色列袭击伊朗领事馆 做出的这样一个报复行动 是完全符合国际法 同时呢还警告以色列 如果呢要对伊朗做出了 严厉回击的话呢 那么以色列将会遭到更加严厉的回应 那么这是官方的 那么在民间呢 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在伊朗 就是在报复行动宣布之后呢 在伊朗的各个城市大街上 都出现了一些巴斯基民病会民众 他们呢就在那里欢庆 庆祝并且感谢革命卫队做出这样的报复行动 还有呢就是在一些加油站 比如说在德海兰加油站 现在已经大排长龙 很多民众他们担心战争会爆发 所以呢都涌入那里开始排队加油 还有一些夜间开的超市呢 也是很多人涌进去购买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民众呢有不同的反应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网民方面呢 就是伊朗的 现在就是在社交平台上 伊朗的网民呢 他们的情绪呢 反应也是非常的复杂 比如说一些人 他们就担心战争会爆发 而一些人呢就是觉得 伊朗的报复行动非常的好 为他喝彩 还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非常的讽刺的话语说 直接发导弹不就可以了吗 难道伊朗没有用这样的技术 为什么要发射无人机 要大家看着那个轨机 数个小时到以色列 这样的说法 但是呢我们在采访到 就是伊朗的专家和分析人士 大部分人都认为 伊朗的报复行动是有限度的 不会导致以色列采取更加严厉的回应 来打击伊朗 不过呢目前呢 我们听到的消息就是 伊朗的一些新闻网站报道 说伊朗国际机场 霍梅尼机场的领空已经关闭了 另外呢我在 我的手机也得到消息 就是我的孩子的学校 已经通知我 明天的学校已经停校 让孩子们不要来上学 陈子 好的谢谢李锐 从伊朗我们带来了一个最新的介绍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 伊朗扬言将报复以色列 战争是否会一触即发 本台记者已独家采访了 伊朗前外长穆塔基 穆塔基是伊朗资深的外交家 他认为伊朗必须报复以色列 美国要清除自己在地区的极限 穆塔基认为 对于四月的行为 伊朗必须进行有利的回应 这是伊朗的合法权利 我们在法治圆说 我们在法治的词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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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有声音 和变得和变化 和变化 和感觉 而是要重新的事情 而要重新的事情 而要重新的事情 我們在以以為 以以為實際的事情 以以為重新的事情 以以為重新的規模 我們必須提醒 我們必須提醒 為實際上的制度 這就是這件事 有报道称 美伊通过中间人传话 希望将地区局势降温 对此 木塔吉表示 这要取决于美国如何做 作证 如果 venirで跟美国相当的注意、其他的有法 有必要如此类似的 或者在在日本或有各种不同 gek twenties 那说到美国能 erfahren身份 富豪卫视于郑卡木森 德克兰报道 因应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空袭 美国总统拜登缩短了周末 在特拉华州度假的行程 13号返回白宫 与总统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 评估局势发展 美国媒体原以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 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战情室 与总统国家安全团队开会 白宫13号发布声明 指国家安全团队定期向拜登通报最新情况 拜登团队正在与以色列官员 美国伙伴及盟友保持沟通 声明指这一次攻击可能会持续数小时 而拜登较早时表明 美方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 美方将与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 支持他们抵御来自伊朗的威胁 加沙战事还未平息 伊朗以色列在交火 那此外作为以色列盟友的美国 对于中东目前的局势又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和动向呢 最新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 驻华盛顿记者王宾如来了解一下 宾如你好 请我们介绍一下伊朗空袭以色列 美国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反应和动态呢 好的 橙子 那么其实呢对于这一次伊朗对于以色列的反击 美国方面呢是早就有所准备 因为在周四的时候呢 华尔街日报就独家报道出了 在未来48小时之内伊朗会展开反击行动 也就是要么在周五要么在周六 那么今天呢是48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最后期限 伊朗呢果然是发动了对以色列的反击 那么刚才信息中我们提到美国总统拜登呢 是结束了他在特拉华州周六的假期 那么伊朗的反击呢 大概是从当地时间晚上10点40分开始的 那么在同一时间 拜登的海军陆战队一号 就是从特拉华州飞往美国白宫 在抵达白宫之后呢 拜登的整个国安团队都立即赶往白宫战情室 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那么这一次这个国家安全团队会议的级别 也非常的高 除了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他是在亚利桑那州出席活动以外呢 像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古卿布林肯 还有情报部门的官员 包括了中情局局长伯恩斯 还有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国安顾问沙利文 全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但是呢其实在周五的时候 拜登就已经对外界公开表示 伊朗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因此呢对于这一次伊朗采取的行动 美国方面呢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备案了 那么之前呢在周五的时候就有消息传出 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司令是抵达以色列 进行一个磋商 美国呢也把美军在中东地方地区的战略资产 逐渐地开始转移来应对这次危机 那么有消息说呢这次美国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帮助 以色列的自我防御 可能呢是要提高以色列的这个防空导弹的能力等等 那么对于这一次伊朗的袭击呢 白宫方面的这个表态我们看到呢是非常坚定的 就是要支持以色列的自我防御 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称子 好的谢谢宾如从美国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另外外媒引述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 随着以色列和伊朗紧张局势加剧 海湾国家拒绝让美军从他们的领土或领空 发起任何针对伊朗的攻击 根据英国媒体中东之眼日前报道 沙特 阿联酋 阿曼和科威特的领导层 对美军基地协议的细节提出质疑 并且采取措施防止其临近伊朗的基地 被用于对付伊朗 据报北约成员国土耳其 也禁止美军使用其领空对伊朗实施打击 而伊朗也曾私下警告美国 如果美国卷入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对抗 伊朗将瞄准美国在中东的部队 据悉 美国在中东各地驻扎有超过4万名美军事人员 其中卡塔尔的乌戴德空军基地 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主要空军基地 可以容纳至少1万名美军 以色列在本月初轰炸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附属建筑 造成了14人死亡 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 伊朗已经多次表明将会向以色列报复 并且在13号采取了行动 在这个月1号 以色列空袭摧毁了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附属领事部门建筑 整栋大楼被夷为平地 伊朗驻叙利亚大使当时称 大楼遭到以色列F35战斗机发射的6枚导弹的袭击 以色列官员则声称 这一栋建筑物是假扮成民用领事馆的圣城旅的前哨站 因此是合法的军事目标 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圣城旅指挥官扎赫迪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号明确表示 伊方将会惩罚以色列的犯罪行为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对内需要平复国内情绪 对外需要维护地区影响力 不能不作出合意 好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来 摔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 推动双边务实互利合作取得新的成果 赵乐际13号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赵乐际表示 今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 两国一起走过的 是牧林友好并肩战斗 命运与共共同发展的75年 心形势下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 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崇高意志 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 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赵乐际指出 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朝关系 维护好 巩固好 发展好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 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推动双边务实互利合作取得新的成果 中方愿同朝方密切协调配合 共同办好中朝友好年各项活动 金正恩表示 受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委派 中国党政代表团此次访问朝鲜 并出席朝中友好年开幕式活动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对发展朝中关系的友好情谊 有力彰显了朝中关系根基深厚 牢不可破 金正恩强调 朝中关系具有深厚历史传统 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两国关系正按照新时代的要求 不断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 今年是朝中建交75周年 继朝中友好年 朝方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 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深化传统友谊 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越南第八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 11到12号在云南河口和越南老街 及相关口岸地区举行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与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分别率团出席 双方签署南部战区与越南海军 设立热线的谅解备忘录 活动期间 双方为戒备苗红 共职友谊树 观摩路上联合巡逻 参观小学并举行会谈 董军表示 中方愿与越方把海上合作 打造成两军合作新亮点 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潘文江说 越方愿与中方密切合作 推动双边防务关系迈上新高度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 1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处理当前仁爱交局势的关键 是非方要重信守诺 遵守共识 停止挑衅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表示 中方一贯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 与非方妥善管控南海分歧 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如果非方真正想通过对话沟通 缓和仁爱交局势 关键是要重信守诺 遵守共识 停止挑衅 关于如何处理当前仁爱交局势 中方立场清晰明确 第一 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交 长期坐摊侵犯中国主权 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特别是第五条 关于不再无人导交 采取居住行为的规定 中方要求非方尽快拖走军舰 恢复仁爱交无人无设施的原状 第二 在非脱走坐摊军舰之前 如非需要对军舰居住人员 提供生活物资补给 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 在事先向中方通报 并经现场核查后 允许菲方实施运捕 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 第三 如果菲方运送大量舰材上舰 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 中方绝不接受 将坚决依法依规 予以阻拦 以维护中国主权 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院13号表示 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 将于14号起访问中国三天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 专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康达 将于4月14号到16号访问中国 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两岸事务的高级主任 贝沙兰将陪同访华 美方称两人将会与中国官员会面 作为与中方保持开放沟通管道 和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美国媒体报道 荷兰与日本正在抵制 美国有关限制中国 获得半导体技术的压力 根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称 虽然美国向荷兰和日本施压 要求进一步阻止中国 获得半导体技术 但是有关努力遭到了延迟 原因是两国都希望 暂缓实施现有限制 以观望11月的 美国总统选取结果 并且希望有更多时间 评估出口禁令 对高阶芯片制造设备的影响 据悉美方早前向荷兰官员 提出要求 希望阻止半导体设备 制造商阿斯麦维修禁令 生效前向中国出口的设备 美方还要求日方 限制向中国出口某些 用于芯片制造的化学品 以限制中国获得半导体技术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伊朗在13号晚间 向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发射了超过100架 装载炸药的自杀式无人机 以及大约10枚弹道导弹及巡航导弹 这也是伊朗有史以来 首次直接袭击以色列本土 预料这一批导弹及无人机 未来几小时便会到达以色列 而以色列方面已经关闭领空 限制国际航班升降 美国及英国战机 据报在伊拉克及叙利亚边境 击落部分伊朗无人机 协助以色列抵御攻击 以方在13号晚间 发布新的安全警告 下令全国学校停课 在近日多次表明会议 惩罚以色列报复伊朗 驻叙利亚大使馆月初预袭后 伊朗在13号展开了行动 向以色列发射大量无人机 和巡航导弹 针对以目标展开大规模空袭 以军称车型无人机 每架都装有20公斤炸药 防空系统已准备好击落它们 呼吁民众在听到警报时 尽快前往避难所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 当天与陆军进行作战态势评 加兰特表示 以色列正密切监视 伊朗的袭击计划 呼吁民众留意当局发布的命令 做好避难准备 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以色列正针对伊朗可能发动袭击 做出评估 军队已准备好应对伊朗的威胁 数十架军机已经升空 当局又宣布禁止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活动 集会也将受到限制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在霍尔木兹海峡 扣押了一艘与以色列有关的货船 以色列外交部批评伊朗做法是海盗行动 违反国际法 以色列外长卡茨呼吁欧盟将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并立即制裁伊朗 因应伊朗可能于短期内尝试攻击以色列 美国总统拜登缩短周末 在特拉华州的行程 13号下午提前返回华盛顿 与国安团队讨论中东局势 拜登日前警告伊朗不要发动攻击 强调美国会致力保卫和支持以色列 伊朗不会成功 美国防长奥斯汀当天和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话 讨论地区威胁 奥斯汀重申美国将全力支持保卫以色列 对抗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袭击 目前多国对伊朗发出了旅游警告 荷兰皇家航空宣布暂停飞越以色列和伊朗 作为预防措施 约旦也宣布从13号晚开始 对所有进出和过境的飞机暂时关闭领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号 与伊朗外长阿卜多拉西洋通电话 讨论了中东局势等问题 俄方重申对以色列空袭伊朗駐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门 予以强烈谴责 双方同意就国际和地区议程的热点问题 保持高度协调 并强调希望不断扩大在政治和外交 以及经贸领域的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13号发表事上讲话称 以色列多年来已经准备好 受到直接攻击 相信以军的防御系统能力强大 以色列战时内阁 当天在特拉维夫照拍会议 内塔尼亚胡强调 谁伤害以色列 以色列也将伤害他们 他呼吁民众听从以色列国防军的指示 一同战胜敌人 内塔尼亚胡又感谢美国与以色列并肩 也感谢英国 法国及其他国家的支持 伊朗对以色列目标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以色列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动向 我们也立刻再次来连线 人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特约记者胡晓宇 来了解一下 晓宇你好 根据你在前方所了解到的 以色列政府和军方稍后是否会有反击 会有什么样的形式来反击呢 好的 主播 从目前得到的讯息来说 以色列将会如何反击伊朗 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官方的态度 就是以何种方式 何种烈度去开战 但是很清楚的一点是 以色列官方已经定性为哈马斯的战争 也是伊朗代理人战争中的一部分 那伊朗在背后不仅煽动哈马斯 还有黎巴嫩真主党 也蒙胡塞武装和一些民兵组织 对以色列长期的进行围剿 那以色列其实已经可能厌倦了 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此伊朗这一次亲自下场 某种程度上来说 可能更加符合以色列的预期 民间也有人认为 袭击叙利亚的一些 就是伊朗的大使馆 也是内塔尼亚胡延续自己政治生涯的一种手段 但不论怎么说 如果以色列跟伊朗进行战争上面的升级 这无疑对于内塔尼亚胡现任政府 以及他延续战争的这种正统性 是有所维持的 而且我们也要关注 美国军方会对此进行如何反制 因为美国军方对以色列是有无限防御的承诺 而他的行为的话 会对中东未来的格局 可能会产生更深刻的一个影响 好的 主播 好的 谢谢小雨带来的介绍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大量无人机和导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出 行动是针对以色列犯下的罪行 伊朗国音电视台发布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指 针对以色列犯下的众多罪行 包括了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马士革使馆 杀害伊朗驻叙利亚的一批指挥官和军事顾问 伊朗革命卫队空军发动了代号 萨迪克承诺的行动 意味真实的承诺 针对以色列的特定目标 进行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伊朗防长警告 任何为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 开放领空或领土的国家 都会遭到伊朗的坚定回应 而伊朗外长阿卜多拉西洋称 已经向美国发出必要的警告 一旦美国干预 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将会遭受打击 以哈冲突延宕 外溢效应在持续扩散 伊朗对以色列目标发动大规模攻击 最新消息 我们立刻再来连线到本台著伊朗记者李瑞 了解一下当地的最新回应 李瑞你好 陈子你好 目前我们看到有消息指 伊朗已经结束了对以色列的袭击 那目前伊朗官方有没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和回应 此外像是也门埃及等这些中东其他国家 对于伊朗此次的行动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橙子 首先呢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新闻 说伊朗已经宣布停止了此次行动 但是呢就在几分钟前 我看到了革命卫队发布的第二个声明 声明的内容是 第一呢就是警告美国 不要插手现在的事情 如果是美国要插手 而且呢认为呢就是以色列 袭击伊朗驻大马士革的领事处 其中呢是美国呢是支持的 所以认为呢美国呢对此和地区的局势呢负有责任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伊朗警告地区国家 任何国家如果帮助或协助 同意以色列战机过境 袭击伊朗都将会遭到伊朗的严厉回应 第三呢就是声明中对伊朗的民众表示 保证保证伊朗的国内的和平安宁和安全 让民众不要担忧 这是我刚刚看到的第二份声明 第一份声明呢就是在凌晨的时候 伊朗革命卫队发布的第一声明 就是说宣布采取了行动 那么这是第二份声明 可能接下来呢还有第三份声明 我们还需要等待 那么现在我得到最新消息呢就是 伊朗的媒体称呢就是革命卫队 已经发射了50颗 这个远程的弹道导弹 那么另外呢就是伊朗的小兄弟 就是伊朗在野门的胡塞武装 还有在黎巴嫩的珍珠岛 也都同时呢向以色列发射了无人机 但是呢具体的情况呢还不详 另外一个呢就是得到的消息呢 就是在伊拉克 还有呢就是一些亲伊朗的社会派武装 还有在黎巴嫩一些亲伊朗的这个民兵组织呢 他们都走上街头来欢庆伊朗 此次采取的行动 陈子这就是我得到的一些消息 好的谢谢李锐 从伊朗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加沙战事还未平息 伊朗和以色列在交火 此外作为以色列盟友的美国 对于中东目前的局势 又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呢 我们继续来连线到本台著 华盛顿记者王宾如来了解一下 宾如你好 陈子你好 我们也看到美方表示说 不希望冲突蔓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在先后和中国土耳其 还有沙特外长通电话 希望各方游说伊朗 但是又表示呢 会给予以色列全面的支持 那美国国内的舆论 对此有什么样的评价 好的陈子 那么美国国内呢 其实随着这个加沙战事的 持续已经半年的时间了 美国国内从最开始 几乎是一面倒的支持以色列 到现在呢 我们看到在美国国会 包括了 他是美国犹太裔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已经公开呼吁 以色列要重新举行选举 并且呢 威胁要中断对以色列的援助 因此我们看到国会呢 对于以色列 其实呢 已经成了一个 两极化的一个态度 那么但是在这一次啊 现在以色列正在遭到 伊朗的反击之时 现在呢 已经开始酝酿在下周 要出台法案 来显示对以色列的支持 那么共和党呢 也呼吁民主党 能够加入到他们 但是从长期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来看 我们看到拜登政府 其实对于以色列的政策呢 也出现了动摇 特别呢 是在前段时间 拜登政府给以色列下了 最后通牒 人造级别的援助 否则呢 美国对以的政策 就会做出改变 那么在今天啊 拜登是第一时间 从特拉华州赶往 白宫与国安团队呢 召开会议 应对这次局势 到现在呢 我们后期的消息 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 这次会议还在持续 已经超过了两个多小时了 可见白宫是在 密切关注这个局势 的发展 而且五角大楼 这边表示 美军已经帮助以色列 打下了一些伊朗的无人机 但是呢 并没有透露具体 是 是 好的 宾如从华盛顿 我们带来了一个最新介绍 另外 外媒引述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 随着以色列和伊朗 紧张局势加剧 海湾国家拒绝让美军 从他们的领土或者领空 发起任何针对伊朗的攻击 根据英国媒体中东之眼 在日前报道 沙特 阿联酋 阿曼和科威特的领导层 对美军基地协议的细节提出质疑 并且采取措施 防止其临近伊朗的基地 被用于对付伊朗 据报 北约成员国土耳其 也禁止美军使用其领空 对伊朗实施打击 而伊朗也曾经私下警告美国 如果美国卷入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对抗 伊朗将会瞄准美国在中东的部队 据悉 美国在中东各地 驻扎有超过4万名军事人员 其中卡塔尔的乌戴德空军基地 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主要空军基地 可以容纳至少1万名美军 伊朗对以色列展开报复性的袭击 中东战火加速延烧 局势也持续紧张 相关话题 我们也请到了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副教授王靖先生 为大家做一下分析点评 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伊朗驻叙利亚使馆在这个月1号空袭了 至今已经超过了十多天 那伊朗也誓言会报复以色列 之后呢 他没有立即采取行动 为什么会选在今天这样一个时机 那么您认为伊朗这次袭击的手段和目标 和以往有哪些不同 有什么样的特殊考量呢 首先来说呢 伊朗的时间选择确实如您所说 是经过比较长的准备的 那么一个呢 是因为袭击发生的 当时还是处于伊斯兰教例的摘月 因此呢 伊朗的这个战争动员呀 包括说整个的社会动员 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另外一个呢 袭击所需要选取的一些目标 还有包括进行的战争准备啊 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 伊朗这一次的袭击和以往的袭击 其实并不太一样 可能过去我们都会联想到2020年 当时伊朗尼斯兰革命卫队 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 在伊拉特首都巴格达 被国际机场的外面高速路上 被美国当时打死 那么随后呢 伊朗的报复可能更多的 还是比较理性和克制的 没有向美国在这个中东的 大规模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 与此同时呢 可能很多人之前也会认为 这一次伊朗的袭击的活动 可能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小 但是呢 这一次的袭击 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动作 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像以色列境内发射了 大量的无人机和这个远程的火箭和导弹 与此同时呢 包括在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一些盟友 比如说这个在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武装 人民动员军 也已经向以色列发动了 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伊朗这一次的这个报复行动的规模比较大 准备时间比较长 同时可能会给中东局势 带来的这个影响也比较深远 好的 谢谢 王靖教授 我们带来的一个分析解读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 本台记者独家采访了 伊朗前外长穆塔基 他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作用 也希望伊朗与中国加强合作 穆塔基是伊朗资深的外交家 在2005年到2010年担任伊朗外长 现在被选为伊朗新一届议会议员 是新议长的有力竞争者 穆塔基首先赞扬了中方的立场 认为中国在当前解决地区危机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中文字幕提供 他表示新界议会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有好关系 富豪卫视李维正卡木森 德克兰报道 好 下节回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由香港特区政府结茂发局合办的第二届香港国际创科展 13号到16号 以智慧创新联通世界为主题 一连四天在会展中心举行 展览期间首届香港世界青年科学大会 13号下午举办开幕式 第二届香港国际创科展汇聚了13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 数量较去年倍增 当中包括来自香港 内地 加拿大 法国 印度等地 而来自内地的参展商较去年增加近一倍至20个 分别来自16个省份和城市 由世界各地创科巧处 初创公司带来新世代智慧解决方案和科技产品 同时举办系列论坛 研讨会和商贸配对活动 而在展览期间由北京展团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举办的首届香港世界青年科学大会13号下午 举办开幕式 活动奖者阵容鼎盛 包括六位诺贝尔奖及一位图林奖得主 多位著名科学家和顶尖创科人才 特区政府将继续善用季度和人才优势 在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促进香港和内地以及全球创科事业的合作 贡献国家新职生产力的蓬勃发展 专家们将在港共同探讨大数据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新材料等领域的重要议题 协助业界把握新一轮产业变革带来的新机遇 方卫视 吴星纯向右报道 正在海南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今年共有来自全球4000多个品牌参展 中国白酒市场受到境内外采购商的关注 连续四年参展销博会的茅台集团 今年首次以全球战略合作伙伴身份亮相 茅台集团董事长丁雄军在启动仪式上发表主题演讲 他表示中国的传统产品源于中华之美 其中承载的文化以及孕育出的中国品牌 也正被世界所了解和认同 中国精品和世界共美需要通过文化交流不断地走进去 茅台将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 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围绕酒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持续构建中国白酒话语叙事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 消博会期间企业也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 正式向市场发布春系列酒 六款产品从外观设计生产量照上 展现中华传统时节元素 也是茅台的第三款素食融合新品 他以驯风数字世界为载体 通过数字技术映射 农根文化 生态文化之美 用户通过社群共量的方式 参与产品的生产环节 这种数字共创的新模式 将为白酒的市场 逐入新的活力 不断创造新的增长空间 围绕白酒国际化 新消费等主题 企业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超过500平米的茅台主题展馆亮相 观众可以在现场了解和体验 中国酱酒风味和文化 凤凰卫视 陈文席同虎海口报道 下一节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我们稍后见